我喝过最烈的酒 受过最重的伤 承受过最信任的人背叛 也经历过最爱的女人离开 活这么大 我经历了太多大风大浪 但是我从没想过退缩 都说做人难 做男人更难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我们身体强壮 精力充沛 不怕苦不怕累 随便做点什么 哪怕出点苦力 也能活得潇潇洒洒 为什么还会说难 越长大越成熟 从一个狗屁不懂的小男孩 成长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会发现 你的时间给了事业 牵挂给了父母 关爱给了老婆 情义给了兄弟 只有身体 最后留给了自己 所以太多的男人 为了让身边的人过得幸福 一次又一次去透支自己的身体 男人是一个家的顶梁柱 因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肩上扛了太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上 你得对得起老天给你的机遇 下 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中间你得对得起支持你的兄弟 陪着你的女人 男人痛了不能说疼 累了不能说放弃 遇到困难不能说我不行 男人不能一味的理性 不能自私 不能不懂女人心 最关键的是不能不照顾好自己身边的女人 如果一个男人因为控制不住情绪 却对自己的女人发脾气 甚至动手 哪怕只动了一根手指 那你也是个懦夫 你凭什么把外人给你的脸色和情绪 发泄在一个小女人的身上 她作为她父母的掌上明珠 是连她父母都舍不得凶的人 你凭什么去凶她 男人不是不能有血性 不是不能低头 别人欺负你兄弟 欺负你的女人你的血性爆发出来 让人猛兽见了都害怕 为了感情 为了情意 你的一次低头换来的反而是更多人的理解和尊重 在感情面前没有谁丢不丢人 有的只是谁更爱谁 谁更珍惜谁 要知道体现一个男人的品味 不是看他开了什么车子 用了什么手机 穿了什么衣服 住了多大的房子 而是看他最终会选择与什么样的女人相守一生 男人选择女人 女人选择男人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就选能与自己互补的那一个 一个女人如果又温柔又细心 够自立 内心又强大 遇到什么事都能自己解决 那她还需要你干什么呢 她无非就是想哭的时候 借你的肩膀用语 伤心了 借你的怀抱的安慰下自己 孤独的时候需要你一通电话的关心 失眠时你的一个没有创意 而又无聊的小故事 她说要听什么甜言蜜语 什么海誓山盟这些都是骗人的 她要的仅仅只是想听到你的声音 知道你还在乎她 你一个大男人满足她就是了 为什么还要让她伤心 你简简单单付出 可能换来的将是她一生的托付 她会在你的身后默默地支持你 默默地为你付出青春 在火儿女情长的男人不丢人 多情未必不丈夫 要知道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她会是你的灵魂伴侣 是你成功路上的指引者 更是老天赐给你的恩惠 作为男人你有什么理由 不去珍惜她 不去爱护她 懂珍惜的人才被懂得拥有 知道感恩的男人 才是顶天立地的真男人 使用卡夫人的女人 还是挺有意见的 大将非体制作为男人 也听不懂dio